第一课 公司汉语 李丽丁安琪编著 第一课 公司机构 课文 刘波通过了远大公司的面试 成为这家公司的销售部经理 在正式上班之前 王平先给他介绍了公司各机构负责人的情况 刘波通过了远大公司的面试 成为这家公司的销售部经理 在正式上班之前 王平先给他介绍了公司各机构负责人的情况 刘先生 您好 我姓王 叫王平 陈总的秘书 欢迎您加入远大公司 刘先生 您好 我姓王 叫王平 陈总的秘书 欢迎您加入远大公司 谢谢 我刚来公司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还要向王小姐请教 谢谢 我刚来公司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还要向王小姐请教 您千万别太客气了 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了 我比您早来几天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您尽管说 您千万别太客气了 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了 我比您早来几天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您尽管说 好 一定 那我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公司的机构吧 您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是布莱克先生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是他于1981年 在美国创立的 1993年在中国成立了分公司 那我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公司的机构吧 您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是布莱克先生 我们公司是他于1981年 在美国创立的 1993年在中国成立了分公司 那他平时在美国是吗? 那他平时在美国是吗? 是的 我们公司在全世界 十几个国家都有分公司 他每年来中国一两次 中国分公司的工作 主要是陈总负责 他也是亚太区的副总裁 是的 我们公司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都有分公司 他每年来中国一两次 中国分公司的工作 主要是陈总负责 他也是亚太区的副总裁 嗯 我听说过 我们行政副总 叫吴文倩 是一位女士 生产副总是周健先生 技术总 技术总是从美国来的格林先生 他负责整个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开发 是个工作非常严谨 那跟他在一起工作压力 一定很大 那跟他在一起工作压力一定很大 您错了 很多人觉得 跟他在一起工作很愉快 因为他对待自己的下属 是非常宽厚的 您错了 很多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很愉快 因为他对待自己的下属是非常宽厚的 负责我们销售部门的是谁 负责我们销售部门的是谁 就是您面试的时候 见过的戴眼镜的那位女士 她叫江源 是负责商务发展部和你们销售部的副总 今天她不在公司 今天她不在公司 出差去了 今天她不在公司 出差去了 得等到下星期一才能回来 那我下周正式来上班的时候 再找她吧 谢谢你的介绍 王小姐 那我下周正式上班的 那我下周正式来上班的时候 再找她吧 那我下周正式来上班的时候 再找她吧 谢谢您的介绍 王小姐 不客气 远大公司人物关系 布莱克董事长 陈芳宇总经理 王平 总经理秘书 刘波 销售部经理 格林 技术总监 江源 销售部副总经理 吴文清 吴文清 行政 副总经理 这里我可能是吴文倩 有错误 周建 生产 副总经理 这个陈芳宇 除了是总经理 还有一个什么职位 还有一个什么职位呢 你们在文章里边找一下 好 我们来做练习 填控 严谨 加入 下属 于 请教 宽厚 十秒钟以后 我来公布答案 好 一 中国于2001年底 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 二 这家公司最初成立于上海 后来才搬到了广州 三 向您 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 四 他办事非常认真 态度严谨 一丝不苟 五 因为关心 体贴下属 公司里上上下下的人 都很尊敬他 六 他 为人 宽厚 很少批评 责备 别人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 我 我 在 我们 感谢观看